今日台州路桥三名男子一起喝酒 因为知道酒后开车危害大 三人就想出了一个妙计 让酒量最差喝得最少的人来开车 结果这个喝得最少的人被刑事拘留了 当晚八点半 民警在一路段执勤时 对一辆小车进行例行检查 发现驾驶员满口酒气 而车上另外两名男子也是满脸通红 喝了很多酒的样子 后经检测驾驶员王某呼气值 达每百毫升189毫克 涉嫌醉驾 而王某觉得自己很冤 因为他是一车里喝得最少的 我就喝了三名啤酒 我酒量就不好 当时这个车子是你的 为什么王某在开这辆车 那天就是我们三个人 他要酒喝得少一点 原来当晚酒局结束后 大家一商量 觉得王某喝得最少 这酒后开车的事就交给王某了 心存侥幸的王某也并未推辞 真的拿起了方向盘 目前王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 被刑事拘留 而且被吊销驾驶证 五年内不得重新拷取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记者段盈盈编辩期报道 但是我麻烦了